您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一个美国姑娘写的一个帖子 她自己的经历 那么网友给她留言 也是一个几千个留言的热门的文章 那么我自己也遇到过生活当中类似的例子 所以可以来聊聊 那么说这件事之前 我先念一个网友的来信 也挺温暖 她说红哥你好 我是你的天津老乡 90后女生 家住南开区华院 从实验中学 高中毕业以后来到温哥华读大学 加拿大温哥华不错 实验中学很好 天津的是重点 现在在UBC大学医院的实验室做研究员 自从去年油管推送了你的时隔五年的回国感受 我就爱上了你的频道 曾经多次想给你写信 但是因为工作忙一直没空 昨天看了你读观众来信 33岁去爱沙尼亚留学的故事 我想让你转达对这位朋友的鼓励和祝福 我今年也33岁 也在准备转行 转战一个全新的领域 虽然我已经在20多岁完成了留学加移民 但是职业发展遇到了平静 面对危机 我也必须重启人生 回炉再造 我身边有两个同龄的中国朋友 情况也和我类似 虽然也都拿到了移民身份 但是加拿大的经济不景气 他们的原专业找不到工作 所以都在转行 我还有两位在国内的同龄的朋友 目前正在备考雅思 准备来加拿大留学 所以30多岁出来留学并不稀奇 他在留学这条路上并不孤独 有我们这么多人一起陪着他呢 这说的他就是那个爱沙尼亚 30多岁留学的那位网友啊 所以很温暖 然后呢 后来他就问我这个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然后说这个 还给我发了一张他们温哥华海滩的照片啊 西洋的美景啊 谢谢这位网友 也谢谢您啊 对那个爱沙尼亚那个网友的问候啊 那么我来说说这个 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帖子呢 也挺有意思啊 他是这么说的 标题呢叫我错误的指责了我的男朋友欺骗我 但是现在为时已晚 他想和我分手 他是这么说啊 我和我的男朋友呢交往了两年 到目前为止从未遇到任何问题 那么大概呢几个月之前 他安排到了一个新的岗位 在一个女主管的指导下完成工作 然后呢这个女主管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下班以后呢会给他打电话啊 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有点不开心啊 后来我也没在意 直到有一天 就是在睡觉前啊 我们在睡觉前 他的电话又响了 这女主管呢来电话说 他自己的车子坏了 问我男朋友明天能不能开车 早上先去他家接他 然后一起去公司 这件事情弄得我就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呢我就告诉我男友 你不要这样做 你要直接拒绝他 不能去接他 但是我男友说呢这是一个公司的同事啊 而且这些很小的事情没有什么啊 然后我就闷闷不乐啊 我就很很生气 然后晚上呢回来之后 我还因为这件事情呢发生了争吵啊 那么突然出现转机是 昨天啊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啊 就是写帖子这姑娘说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 中午给我打电话 说他看见我的男友和一个女人在餐馆里面吃午餐啊 吃午饭他描述了那个女人我确信那就是那位主管 然后呢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对他爆发了 对我的男友尖叫啊 我整个对他呃大喊了三十分钟啊 当我平静下来以后我男友脸色铁星给我拿了他手机上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照片是他和几位同事啊 一起很多人一起吃午饭的自拍照 时间呢也确实是中午 只是他在他和他的那个主管啊 在一个家常的桌子旁边有个小的单人的那个桌子坐在那 那么个瞬间可能被我那女性朋友看见了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内疚 我就马上向他道歉 道歉了很多次 但是我男友还是觉得不舒服 因为呃他觉得我啊总是在怀疑他 同时呢他和一个女性主管工作啊 没有给他空间 今天早上我男友说我需要一些空间 然后他就去了他的朋友家 也不再接我的电话了 我我真的想去他朋友家和他当面再去谈一谈 我怎样才能让他相信 让他知道我的反应太过激了 太过度了啊 就是这姑娘呢很内疚啊 很自责 那么很多人啊给他留言啊 就是这个呃说你应该给他一些空间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空间的话就意味着你们要分手 然后呢很多人很多人为这男孩说话啊 说他应该分手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啊 而且还有很多人呢提到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这女孩呢有一个精神问题 就是叫BPD 我以前啊说过NPD NPD呢是自恋型人格障碍 这个BPD呢就Borderland啊 它是边缘型这个Personality啊 这个这个Disorder啊 就是这种边缘型人格障碍也是有的啊 这种特征呢也非常的多啊 我看了看很多人很多人给他留言说他是BPD呢 我也查了一下 BPD呢有几个特征啊 大概是九个特征 这九种特征只要符合五项 基本上啊 在这个世卫组织啊 WHO就确认为属于边缘型人格障碍 九大特征第一 不论真的是否可能发生 你自己都会幻想出来 各种危机啊 会有极力避免被身边亲密关系的人抛弃 那也就是说你会怀疑你的爱人 或者怀疑你的这个父母不爱你 或者怀疑你的爱人有外遇了 他不爱你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与人相处的应对方式不稳定 情绪反复无常 会表现出操控他人的意图 第三 扭曲且不稳定的自我想象 进而影响到心情价值观目标 关系维护 第四 行为浮躁 甚至可能冲动形势不顾后果 而且会有过度这个消费 就是危险驾驶 滥用药物等等 第五 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 企图自杀 或以用自杀来威胁他人 第六 沮丧 意怒 焦虑等情绪会持续几小时 但很少会持续几天以上 第七 长时间感到空虚或无聊 第八 不适当 过于激动 无法控制的这种发怒 通常也带有严重的内疚 和负罪感和愧疚 第九 产生这种分离感或者压力 和这种分离感相关的压力的这种偏执的想象非常多 这个就是这种 就怎么说呢 就是多疑 从这两个人 咱们就按照这种爱情 两个人的这种爱人的关系 情侣的关系来说呢 就是有一方 他总怀疑你 他总担心你 总怕你不爱他 所以呢 我在封面写了一个 说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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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呢 是一个老电视剧的台词 就是过把瘾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 我这年龄段的大概都看过 过把瘾里面那个女主角杜梅 就是非常典型的BPD 就是这种边缘型人格障碍 就是打小 有这种基因的原因 小时候受的伤害的原因 各种这个生活经历的原因都有 还有大脑这个 这个 这种问题吧 所以他就是拿着菜刀 架在这个方言的脖子上 说你爱我 说你爱我 最后方言没辙 我没法跟你过了 我要我要跑 受不了啊 我身边就有两个这种 比较典型的例子 我碰到我的事情 我现在觉得 对上应该属于 当时我们觉得呢 就是没有这方面了解的话 你会觉得 这不就是个醋坛子 咱们俗话说 天津话就醋坛子 你总爱吃醋 你这瘦了 我们动不动就吃醋 其实就是他 怕你不爱他 有一个例子 比如我之前有一个哥们 他身边有个女朋友 这里我要更正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之前啊 在我那个 《非诚勿扰3》的视频里面 我说那电影里面 我说过一句 99年的时候 我去看没完没了 对 我看过三边 和不同的人看 这个事情 我要声明 它是属于我当时 没有这种 这个女友的那个尺度和关系 没到那个 就是有点 感觉还行吧 到底能不能继续交往 就这么个阶段 它属于一种艰苦曲折的探索 绝不是同时交踩几只船 我要声明一下这件事情 当时的那个 你想当时我21岁 那是视频里的一件事情 我要声明一下 然后呢 来说我说 我们那哥们 他有个女朋友 就是非常典型这种 就生怕他 这个不爱他 哎呦 盯得非常紧 举几个例子 但凡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办公室 就是他 就是刚刚就在我们这工作的时候 他那个女朋友啊 他必须得全面的掌握 你身边办公室有哪几个女同事 有女同事啊 女同事 这几个女同事 大概典领 长相 他都得来扫眼看看啊 然后呢 有没有危险目标 危险目标 比如说 一个办公室都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 哎呦 有俩没结婚的小姑娘 看起来还挺漂亮 他女友自动进入预警模式 就是要搞清楚 那俩女孩的手机号是多少 叫什么名字 到底有没有对象 这些事情 他必须得摸清楚 就非常的紧张啊 而且后来呢 我是听我那个朋友说的 我们那哥们说 就后来为什么分手呢 也挺难的分手 就是因为那女孩啊 他突然发现 那女孩背着他 那女孩通过他朋友的关系 找到以前叫电信大楼 以前叫中国电信啊 中国移动啊 中国联通 就找到这种关系呢 能打印出来他每个月的通话记录 他就非常震惊 非常 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啊 他就非常这个 这个恍然大悟 他好像还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件事啊 就是他手机丢了 换个什么手机 跑到电信局去办什么什么手续 然后就发现 哎 他的通话记录被人家调取过 他也是找人是怎么着的吧 反正阴错阳差 具体原先我忘了 他突然发现 调取每个月啊 都会有人准时去调取他的通话记录 这里面哪个电话 手机电话打多长时间 哪个 呃 是一看这个是几秒钟 那肯定就发短信吧 反正跟哪些电话 他就觉得很可疑这件事 后来他自己也去调查 发现就是他女友 他那个女友找的关系 每个月背着他去调这个通话记录 他就非常的紧张 而且他那女友呢 就是这种特征啊 表现 有一次我是知道的 就我们那哥们他出差 他那个女友背着他啊 就他我们那哥们出差 我们好几个人啊 大概有五六个人啊 就当时到外地啊 有有 但是那里面有两个女的 那人家那俩女的住一房间 我们这几个小伙子 分几个房间 就是都是年轻人一块去 就有个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庆典 什么晚上都忘了一个事啊 就跑那去帮忙去干这事 结果他那个女朋友就出差 去这个 大连 大连 到那大连 就陪着他去 他都到大连才知道 他女朋友说 我给你个惊喜怎么样 我也来着玩了 他一看 什么来着玩的 这不就来盯着我吗 他就压力特别大 后来他那个分手也闹了很久啊 也持续了很久 才跟那女孩分手 那女孩也是有那种 什么哮喘病啊 是怎么着 拿那哮喘啊 后来因为我跟他 不是特别熟的那种关系啊 但是我就 就是单位同事嘛 但是我知道他那个女友有这个问题啊 包括 他当时啊 我们有一次搞年会 搞年会啊 就年会不就是单位年底了 大家同事一起吃饭嘛 我们那小单位也有个三四桌吧 男男女女都有 年轻人在一桌什么的 他女朋友突然跑到那个年会啊 在外头 这个单间外头 哇一扫 然后他就出现 哎呦我们怎么回事 我那对象给我送点东西 就觉得你这么着急送东西吗 后来我们一步一步的 哦 理解 后来也别的同事说 他那个媳妇 哎呦他那个对象可烦死了 我天呐 天天盯着 哎呦我 后来才知道 有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特征啊 这是我碰到的 还有一个呢 是我直接参与的 我直接参与的这个呢 是当时啊 我们有一个 就是我们上班的这个单位啊 有个女孩呢 失恋了 失恋了呢 就是他心情不好啊 然后呢 他失恋呢 他叫另外一个 我们单位的一个女孩吧 人家俩算是小闺蜜 关系还不错吧 就一块出去吃饭 吃饭呢 中午还是中午的时间啊 然后呢 又叫着我们另外一个 这个比我岁数还大点 大个五六岁吧 那么一个哥们啊 这都20年 也将近20年前的事了啊 叫我们那哥们啊 老薛 你们陪我们 给我们一块去吃饭吧 那个老薛呢 就是在办公室呢 就大大咧咧 挺热情的 那个人 行行 陪你们一块去吧 中午吃饭 你说中午吃饭 不可能喝酒啊 因为下午还有工作嘛 没想到失恋的女孩呢 到他们三个出去吃饭 失恋的女孩到哪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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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什么就喝 我们那个老学生 下午还上班呢 就别喝了 这咋哪能喝去 他说我心情不好 我下午想请假 我让那小佳陪我 小佳就是陪他的那个女孩 反正就年轻人吧 你喝一杯喝一杯吧 觉得没事 喝着喝着 就有点喝多了 然后下午大概 就这仨全喝多了 就全喝多了 后来这仨都 他连下午都没回办公室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第二天才反应过来 第二天我们昨天下午 那谁谁都没在 我不知道干嘛去了 因为我们那是个 业务型的公司 都出去跑业务 估计可能出去 没人打听 然后转天的中午 转一天的中午 下午两点多了 我手机就响了 我一听 是那个老薛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你在哪呢 我说当时啊 能叫几个人过来一趟 我听他有点噜噜啊 我说你怎么了 喝酒了 我说你在哪儿呢 怎么回事啊 要打架 那意思啊 就是噜噜噜噜噜 我怎么怎么 这这这这中点打什么架 搞不清楚啊 我以为喝多了 我想怎么 我说我这往哪儿交上去 我说先去看看吧 有这种情况 最好不要 珊瑚人去 把事情搞得很大 这容易冲动 尤其喝完酒 我就说行行行行 其实我就叫了我们办公室 另外一个同事 一个小伙子 我说咱俩来去看看吧 那小伙子带个签劲啊 也不是那种招待者 或挺老实八交的 我说咱去看看 老薛在那儿跟人 好像不知道饭馆里怎么回事 好像要打架呢 他说是吗 我们就赶快就搭车就去了 到了一看 老薛 小家 还有我们那个失恋的女孩 就是他们仨 坐在那儿 然后旁边 这桌上呢 还坐着 这个几个男的啊 然后我们那哥们呢 就手 老薛啊 手在这儿呼呼流血 呦 我说这怎么了这是 但是也没看出来 好像是打架那种场景啊 然后我一看 没闹明白呢 然后我们那个 这个这个 那小家呢 就跟我说 你快来吧 把他送医院去吧 哎呦 我说这怎么了 怎么怎么回事 然后旁边那几个男的 凶声恶煞的 也没打架 打架也没怎么着 然后就 给他弄医院去了 这阵还 酒还没醒呢 弄到医院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呢 就是这事都 等第二天 就我们那哥们也醒酒了 然后他们那边也都在处理完了 我才闹明白 这个前因后果 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小家呢 陪失恋的女同事去喝酒 喝多了 他的老公 就是这个小家的老公 是一个醋坛子 是一种 就是这种 BPD的这种 形式的这种人 他就是这种性格 他觉得我前一天 我老婆跟你们单位同事 虽然是一个女孩 一个男的 你们一块去喝酒 为什么喝多了 怎么让我老婆喝多了 你这男的 就姓薛这位 就我们那哥们 老薛 你这老薛就不怀好医 你就没 你就没别好批 你肯定有什么目的 怎么让我媳妇给灌多了 他就是特别的敏感的这种人 结果第二天 那老薛 就是这个老薛呢 被叫到那餐馆去 那个老公呢 又摆一桌 说那是吧 怎么怎么回事 就有点鸿门烟 我们那老薛呢 就大大咧咧 他都没意识到 哦你是小家的老公 哎呦 昨天喝多了 不好意思 昨天这不会 这小徐嘛 失恋了 他跟男友闹别扭 他们接俩喝 我这陪着 结果喝多了 怪我怪我 其实他是这么个意思 其实他是这么个意思区 但是没想到 那个小家的老公 怀恨在心 本想摆这桌酒席 就让你喝几杯 然后 呛呛呛呛呛 就故意勾火 报复你 结果就真的打起来 但是打的不严重 他们好像是 因为抢个杯子 摔碎一个杯子 然后那边 推丧一下 我们那哥们呢 拿那杯子 不小心拉到手了 还真没有说 什么在里面打起来 没有 因为我们一去看 那状态不像是打过架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那哥们给我打电话 就给弄医院去了 就这么一件事儿 后来才明白 就是他那老公 就是这种性质 非常严重的这种性质 而且呢 后来呢 也是 因为这种事情吧 你平时人家个人生活 人家不跟你说 我们其他的女的同事 说这小家的老公 就是这种有毛病的人 说那年咱们一块去 哪儿哪儿 北戴河 咱们单位组织一块去旅游 记得吗 组织一块去旅游 有一张合影 你想单位去旅游吗 一帮同事一块去 有合影 他老公看过那张照片里的合影 那张合影里面 这个老靴 我们办公室的老靴 就站在小家旁边 就是几个人一块合影吧 怎么就你老靴 站在这个小家旁边呢 你小子就不怀好意 所以对方那老公 从当时就已经埋下了 仇恨和不信任 和怀疑的种子 然后后来呢 那天就喝多了吗 喝多了 你们有老靴 好 这臭流氓肯定没憋好屁 那我就得报复你 就这么一个过程 虽然有点啰嗦 但是过程是这样的 就说明那个哥们 那位老公呢 确实就已经随时在盯着 防着 怕你不爱我 所以这个东西啊 确实真的是挺难弄的 但是这种跟NPD不一样 NPD是常年 你要活在他的精神霸凌下边 你要常年的 当他的这种精神奴仆 你常年的把他捧着供着 你得遭受他的这种精神霸凌 但是这个BPD不一样 BPD他就情绪不稳定 他一发作 而且他会长时间的处于预警模式 BPD有一个特征叫 搬机 我看 放到哪去了 叫搬机效应 就是一旦他发现这件事情 有危险 有隐患 他就会启动 搬机效应 你像我刚才说 我们那同事老薛跟那俩小姐妹去喝酒那件事 那件事就是一个搬机效应事件 对于他那个小家他老公来说 就是这么一个事件 咦咦咱们回事 对吧 然后这个女网友留言的那件事情也是一样 也有这种搬机效应 那个我之前说 就是我那个哥们那女朋友那个 那具体我没打听啊 因为人家私事没打 但是我知道他那女友就是这么一个类型 所以生活当中这种人还是不少 但是他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自杀 自残 自我伤害 或者他用这种自残 自我伤害的方式呢 来威胁你 就来威胁你啊 但是我说那个 就是我们老薛遭受那事呢 他那老公还有点控制欲 跟这个还略有点 这个症状 还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也属于这种类型 所以这种呢 基本属于在爱情生活当中 感情事业当中 他永远处于这种维稳模式 就跟中共一样 维稳模式 防止你变心 防止你不爱我 你必须爱我 你爱的不纯粹 就是纯粹不爱我 就这么理解啊 而且你要平时得早请示晚会报 防止对方 这位有BPD的人 对我产生误判 所以这种生活 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 真的是压力很大啊 因为有的时候他动不动跟你自杀 动不动的他自残 要不就那什么什么 通过自己情绪的不稳定 他自己的这种幻象 幻觉 他认为你不爱 他认为你不爱我了 他认为你出轨了 你有外心了 你像那个 咱们看过那老电视剧 那个郭白尹 非常明显的 杜梅 就是非常典型啊 那方言 跟那个女 哪个女同事 多说两句话呀 跟那个女主角叫啥 跟那剧中的那个啊 多说两句 贾灵 跟贾灵 是叫贾灵吧 多说两句 然后这杜梅 好马上吃醋 怎么样看上了 哎呦我天 马上进入这种狱警 然后通过自残 这种方式 真的挺累啊 所以呢 咱们 我的这个话题呢 就什么都聊 然后有的时候 看到这些帖子呢 会回想到 我当时参与的那个事情啊 那个我送医院 那哥们老薛啊 其实我们关系还行 但是后来就关系特别好了啊 就那个老薛也觉得 哎呀 这真的是这哥们不错啊 因为当时呢 他说呢 其实给我打电话之前 他给他最 就是他认为最可靠的一个朋友打电话 那朋友没敢去 就这种啊 就在喝完酒啊 这种场景当中 如果你说 哎呦我这喝多了 打架了 真的有人 怕事 行行行 我这过去 过去 其实他真是怕 都喝多了 那也没下手 没清没中的 那边是不是也喝多了 那我上那干啥去啊 怎么怎么样呢 或者他到那 他也不敢进去啊 然后我是带着我们那个同事去的 我们的同事在坐出租车 还跟我嘀咕 这行吗 哎呀 不是没事 我说那餐馆 我说那餐馆 那又不是外头 这个找个什么地方 那餐馆里面人多 那怕啥呢 能有多严重啊 当然咱也 咱也打过架 也被挨过打 所以 所以呢 就去了啊 所以我觉得 哎就是这个生活当中 这种事还是挺多的啊 好吧 今天聊到这儿啊 如果您身边也有这种BPD 这种人士呢 你也可以留言啊 大家分享分享 我之前说的NPD里面 那个确实有很多共鸣啊 那个真的有很多朋友 尤其在海外啊 这个这个遇到的太多了 我都没想到 那那里头那么多 有共鸣的朋友啊 也都互相取取暖啊 好吧 今天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